在这里要提醒民众 五月份记得申报 个人综合所得税 通常以往民众都会亲自到 各地的机身所或者是公所来申报 其实现在还有更轻松的方式 供民众来利用 并且还有机会将五万元的大奖 给报回家 到底是哪些便利性的申报方式 请看我们的报道 五月份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 除了亲自各地国税局机身所 或者公所 还有更轻松的报税方式 就是利用手机或平板下载 行动支付APP 我们可以透过行动支付缴税 那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 台湾Pay T-Wallet 还有P2Go跟八大公寓的APP 就除了台湾银行以外的 行动网民APP 然后输入你今年的 综合所得税的自缴税款的金额之后 那就可以完成缴税了 下载各项行动支付APP 有搭配使用的信用卡或金融卡 请多加留意 另外利用行动支付APP缴税 还有机会可以带走5万块商品礼券 今年民众采用行动支付缴税的话 还可以额外参加行动支付的专属抽奖 那第一名的话可以独得5万元的商品礼券 那么最少的话我们也付奖200名 那就是1000元的礼券 那我们总奖金有高达32万 那欢迎民众多加使用行动支付缴税 除了行动支付缴税 有机会可以抽中商品礼券 另外透过上网方式采用自然人凭证 金融凭证或健保卡完成网络申报 或以税额试算 完成申报者也有机会抽商品礼券 最大奖同样有5万元商品礼券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网络报税 报税更轻松 还有好礼大方送 以上新闻记者林振杰新庄采访报导